男人在新婚之夜却想掐死自己的新娘 只因她已经经历了108次的轮回 却每次都遭受到女人的背叛 尽管如此 她依旧无法痛下杀手 她所追求的 只是想知道女人是否曾经真心爱过她 然而女人对于她的质问始终保持沉默 只是反复劝说她放弃皇权 但作为真龙天子的她 又怎能让生死之事交由他人掌控 即使到了双方拔剑相向之时 男人也始终不忍伤害自己的蠢妃 最终 她总是在女人的怀中凝视 当她再次睁眼时 她又会回到洞房花竹叶 陷入无法逃脱的循环 男人明白 尽管眼前的女人与她结为夫妻 但她却心细他人一心只想要自己的命 如果自己不先发制人 女人随时会取下头上的金簪 插向她的胸口 可即便如此 她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渴望女人能够真心爱上她 正当她思索间 女人却突然睁开了眼 前提伸出的手缓缓放下 眼神中流露出关切 小睡你醒了 孤见你突然昏迷 差点就要叫御医了 但女人的脑海里却掀起惊涛骂 她竟然真的穿越到了游戏的世界中 霍水是一名资深的引力游戏爱好者 正沉迷于一款攻略游戏 霍飞传 而无法自拔 作为霍国殃民的女主 她需要成功攻略游戏里出现的几名男主 然而 无论她如何努力 都无法更改王上前提的悲惨命运 为了能够成功改变她的命运 她已经尝试攻略18次游戏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她的坚持最终打动了游戏系统 决定将她送入游戏世界 亲自去拯救前提 然而 一旦玩家进入游戏 便会与人物角色命运绑定 不可依旬 所有游戏通关才能结束 通俗一点的解释就是 如果游戏角色死亡 霍水也会跟着挂掉 没等女孩从震惊中回神 就感受到了脖子上的窒息感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正一脸关切的前提 男人见霍水醒来 俯下身缓缓向她靠近 所以接下来的剧情 是金钗刺亡 而在原剧情中 这次的刺杀成了 埋在前提心里的一根刺 所以她不能这样做 她穿越进游戏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重复一定的剧情 而是为了改变 前提万年老二的命运 于是她迅速起身 反手将男人按在身下 前提对于剧情的 突然转变感动困惑 而女孩子以实际行动 打破了常规 她撕来一身 扯破了前提的衣服 当她再次抬头 看向前提时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你比我想象中还要英俊 让我们来进行一次 灵魂的深度交流吧 这个她长期以来幻想的男人 现在终于可以 真实地感受到她的存在 她以一种充满欲望的姿态靠近 表现得像个老个皮 王上 春宵一刻值千金 让我们抓紧时间 进入正题吧 女人在新婚之夜 竟想要霸王硬上弓 只赢她是穿入游戏的 资深英语玩家 此举只为了改变 男配悲惨的结局 然而她并未意识到 男配前提已经觉醒意识 并经历了108次的轮回 但在每一次轮回中 她都会遭到自己宠非的背叛 她对女人即将发生的行动 了如指掌 但眼前的情况却出现了变化 女人霸王硬上弓的事件 并没有发生过 接下来她应该拿起金簪 插进自己的胸口 而面对女人的过分轻易 她选择不予理会 猛得站起将她一把推开 明明是恨不得杀了自己 现在又在演什么呢 见主熟的鸭子突然飞了 霍水感到不解 前提解释 我知道你是在以推为进 没关系我会一直等你 等你忘记她 等你心里只有我实在继续 霍水感动的想哭 她的小提提就是这么温柔又善解人意 男人经历的108次背叛 都让她刻骨铭心 所以无论霍水是真心还是假意 她都不想再给她任何机会 在前提离开以后 霍水开始梳理游戏剧情 游戏里霍水与将军青梅竹马 却遭到前提拆散 无奈之下霍水尾身于前提 但实际上是为了和将军里面外合 想要改天换日迷惑王上 成功让前提成为异国笑柄 而将军就可以顺势登位 霍水记得当初将军为了拉拢她 许诺一旦她登上王位 必定会立她为后 但霍水也不过是将军手中的一枚妻子 一想到将军利用自己去伤害她最爱的小提提 霍水就气得火冒三丈 既然她来到了这里 就再也不会让小提提受到伤害 然而霍水的异常行为 却让丫鬟惊恐不已 小姐以前滴酒不沾的 是奴婢没有照顾好小姐 身为21世纪的霍水可受不起这样的跪拜 她急忙将丫鬟扶起 但这一反常的行为反而让丫鬟更加忧心 小姐虽然性格温和 却从不会与下人过于亲近 她不会是疯了吧 受到惊吓的丫鬟竟然当场昏举 诶 怎么就晕过去了呢 下一秒窗户被掌风劈开 一个男人偏然落地 霍水眼睛一亮 来人竟是卫一 霍水的首席护卫 剑法天下低 轻功低 速度低 遗憾的是 她最终为了保护霍水而惨遭万箭穿星 想到卫一的悲惨结局 霍水就感到一阵揪心 卫一却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 主人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男人为救女孩被万箭穿星 可此时她却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女孩眼前 原来男人只是游戏里的一个NPC 她存在的意义便是保护玩家不被伤害 然而现在霍水却告诉她 虽然两人是主仆关系 可一旦遇到危险 她必须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男人的思绪飘回到那个命运转折的夜晚 饥寒交迫的她遇到了血液归家的富家女孩 女孩向她提出了一个难以抗拒的提议 如果愿意成为她的护卫 她可保她一生富贵一事无忧 为了这个承诺 卫一勤练武功十几年 只为了有资格守护女孩 然而女孩现在却让她首先保障自己的安全 这让她感到困惑 她可是誓死要守护好主人的 霍水感到一丝无奈 这孩子哪里都好 就是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她轻轻抚摸卫一的头发 眼神中透露出担忧 自从她穿越到这个游戏世界 她便意识到这些人物并非仅仅是虚构的存在 他们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 她一定要做点什么 好扭转命运改变死局 卫一感受着霍水的触摸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就在这温馨时刻 前提突然来访 见两人举止亲密 她笑得有些勉强 你和你的侍卫真是好雅兴啊 这语气听上去就像是生气了 得赶紧哄一哄 霍水带着一丝惊喜 王上 你怎么回来了 然而这句话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看来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呀 打扰了小水的雅兴 女人却一个剑步扑到男人怀里 你说什么呢 不管你什么时候来 我都敞开怀抱欢迎 霍水的热情让男人不禁双颊泛起红韵 她轻声提醒她还有外人在场 然而霍水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大胆地井底拥抱了 这是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语气中带着一丝僵硬 见过霍贵妃 霍水疑惑地抬眼看去 来人竟是野心勃勃将自己女人拱手让人的游戏男主 将军 霍水大方地打招呼 原来是江大将军啊 在原剧情中 将军并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探望霍水 此时他应该谨尊避嫌之道 难不成 是因为昨晚他没有如计划中对前提下手 而让将军起疑了 但在前提眼里 霍水看向将军的眼神太过炙热 这不免让他请名大佐 他冷着脸将霍水揽进自己怀 这一行为出乎将军的意量 使他不由自主地喊出了霍水 霍水心中一惊 糟糕 难不成将军已经看穿了他并非真正的霍水 玩家霍水为拯救悲剧收场的心爱男配 净意外穿进游戏里 成了霍国殃民的妖妃 为了改变剧情 他遵从本心压倒王上 然而他未料到前提已经觉醒了自我意识 由于他擅自改变了剧情 导致金钗刺亡的剧情没有发生 这让野心勃勃一心上位的将军开始起 不顾霍水与前提新婚燕尔前来打探 但霍水看向将军的眼神过于炙热 这让前提不由的心生极度 他手臂一身将霍水揽进自己怀里 江青 你不是说想像孤桃两盆花吗 要说好看的花都在水儿这里了 看上哪个孤让爱妃割爱 他口中轻声细语 用手里的花轻轻撩起霍水的下巴 那动作既轻柔又充满了挑补 面对前提的明显挑衅 将军拳头捏得咔咔直响 带平复好自己的心情 他行礼告辞 直言自己不过一见莽呼 只知五刀弄枪带兵打仗 想来也养不活娇嫩的花 说着便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 目睹将军失落离开的背影 前提内心不禁涌起一丝喜悦 这一回合是他胜出 然而离去的将军并未感到伤心 他深信霍水不会背叛自己 此刻他的行为 不过是为了迷惑前提的表象而已 霍水为他放弃了太多 甚至都开始主动勾引前提 他绝不能辜负霍水此番深情 眼见着将军的身影渐渐远去 前提对怀里年人撒娇的霍水事不见 伸手轻轻一推 将他晾在了一旁 小水去洗漱换装吧 呼还有奏折料批 今夜就不来你房中 妥妥地用完就丢 然而霍水并未打算让他轻易离开 甚至大胆地提出要与他一同鸳鸯细水 他的大胆言辞让前提的双颊泛起了红韵 尽管如此 他仍然沉着脸转身而去 就算他已经经历过108次轮回 却还是对这女人毫无招架之力 霍水却觉得一定是自己的言辞太过含蓄 才让小提提领悟不到鸳鸯细水的身意 看来下次他还得再直白点 卫一自告奋勇 如果主人喜欢细水的话 他愿意陪 然而霍水只是将他当兄弟 我要细水那也是和云云一起 你就算了 谭云一听 脑海里不由自主浮现出不肯描述的语言 确实心动的吻血喷涌 激动地晕了过去 卫一健壮带着谭云退下 自己不能和主人细水 按照剧情发展 霍水因与将军私下相会而被林贵妃发现 遭受了一顿毒打 吃了一番苦头 卫一因此大开杀戒 见下增添亡魂无数 然而霍水不仅没有受到惩罚 还获得了毒宠 前提为他散进后宫 也因此背上了色令之婚的骂名 既然已经预料到剧情走向 他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 女人刚与新婚丈夫亲密 转身却又投入青梅竹马的怀抱 只因霍水是名意外穿进游戏的玩家 此举是为了改变心爱男配的悲惨结局 在游戏世界里 霍水与将军轻为竹马 然而王上前提却横刀夺爱 霍水被迫入宫为妃 却让将军亲自护送 两人的情意被冰冷的城墙彻底隔开 一个泪断情伤 一个心有不甘 于是将军心中萌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既然他将是一族世代忠良一身龙马 那个位置为什么不能由他来走 在他的甜言命运下 单纯的霍水被将军说服 成为他在皇宫里的眼线 而将军许弄 一旦他篡位成功 必赢取霍水为后 而此刻他依照原有剧情 在凉亭中静候将军的到来 他本想直接躲掉林贵妃的算计 但今日将军突然来访 并是有所怀疑 霍水得先稳住他才行 但最大的变数便是卫一 于是他再一次叮嘱 如果他真的被人抓住了 话没说完就被卫一打断 谁敢抓住了 卫一就把那些人都杀了 这个憨狗狗真是让人不省心了 你要时刻记得把自己的安危 放在第一的城堂 如果我被抓 你就找前提救我 说着便抬手摸了摸卫一的头 此时 有脚步声传来 将军如约而至 霍水露出甜美笑容 江哥哥 你来了呀 水儿今日的戏太过逼真 江哥哥真的有些不开心呢 霍水文言收敛起笑容 低头抹起不存在的眼泪 楚楚可怜地向将军表达自己的东西 尽管内心忍不住想对他滚口水 将军松了口气 那就好 不然将哥哥还以为你被前提动心了呢 说着便慢慢俯下身来 霍水心里一咯噔 渣男不会是想亲他吧 然而将军只是牵起他的手 一脸深情地注视着他 刷了108次剧情的霍水 可不是剧情里的傻白天 将军也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他对霍水确实是友情的 但与他的勃勃野心相似 这份情感显得微不足道 两人各自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完全没有察觉到 不远处有人正悄无声息地接近 来人正是剧情里负责抓见的林贵妃 男人意图谋反想借机篡位 然而名不正言不顺 当自己的青梅竹马被迫入宫成为妃子 他记上心来 决定利用女人作为棋子 并故意生出事端 让女人蛊惑王上 诱惑前蹄做出色令军婚的事情 从而让朝中大臣对其不满 最后便能达到他的目的 而此刻 他更是不顾霍水与前蹄新婚燕 偷偷翻墙前来敲打霍水 谁料两人私会之事 竟意外被路过的林贵妃撞破 随着脚步声的临近 霍水只是将军先一步撤离 为我的累赘 区区攻斗而已 对于月片无数的霍水来说 小菜一碟 然而将军见识不对 早已悄无声息地翻墙离开 不愧是渣男 竟然说走就走 完全不关心霍水能否成功脱身 此时林贵妃已经带着人走 他开头讽刺 霍贵妃如此行径 实乃后宫之耻 本宫今日定要将你严惩 你正宫归 随后命令侍卫将霍水囤绑起来 卫衣在旁冷冷地拔出箭楼 霍水却安抚地拍开他 林贵妃的寝宫 然而在另一个隐蔽的角落 以觉醒自我意识的前提 早已静静地站在那里 当初霍水因思惠将军 被凌若而私刑惩罚 险些丢了半条命 他当时只顾着心疼 一心以为他是被污蔑的 今日倒是亲眼瞧见了 这一出红杏出墙的戏码 既然霍水没把他放眼里 那他就等着霍水 被林贵妃扒掉一层皮 再去救他好了 此刻朝阳宫内 林贵妃紧握着皮边 与霍水对峙 正当他扬起手中的皮鞭 准备抽打霍水时 霍水却突然笑了出来 林贵妃被他的笑声 弄得有些不安 霍水嘲讽 如果我是你 绝对不会明目张胆地 对一个心得宠的妃子下手 你想让大家都知道 你狠独之名吗 一派胡言 本公是抓到你和外男私通 这是为王上出气 可霍水步步紧逼 若是我向王上禀敌 将军私会的其实是你 凭着我和将军 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他必然选择护我 到时候你白口莫辩 林贵妃明显有些慌乱 你以为王上会信你 毕竟这么多年 王上从未宠信过任何一个嫔妃 你可知为何 此等宫中密心宫中的妃子们 都有所耳朵 知道就好 王上心里只有我一人 正所谓弱水三千 只取霍水瘾 呸 只取你瘾 别白日做梦了 明明是因为王上他喜欢男子 谁让 霍水突然一巴掌抽在林贵妃脸上 林贵妃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竟敢打我 污蔑王上是死罪 这一巴掌算是轻的了 霍水本想激怒林贵妃 说出背后有人这种刁难话 但没想到他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无辜妃子正被人严刑拷打 然而他的侍卫竟跑去挟持王上 只因为一谨记霍水与他的承诺 一旦自己有任何的威胁 不可大开杀戒 一定要去找前提来救自己 而此刻正在发呆的前提很迷惑 这位理应守护在霍水身边的侍卫 会突然来找自己 下一秒人就被卫一一把揽住 挂在了肩头上 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 他一把扛起前提就要往外走 前提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 水儿的这个侍卫怕是脑子有毒 要不要考虑给他换一个 这种驾驶太剑何时遇到过 吓得大声喊护驾 卫一扛着前提赶到朝阳宫 没准他反应过来就被扔在了地上 宫中的侍卫见到王上突然驾倒 惊讶的瞬间愣住 急忙跪地磕头 甘大的前提忙站起身 向众侍卫轻轻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安静下来 他倒要看看 霍水是怎样兽型的 结果才凑近窗户 就听到霍水对着林贵妃喊 前提才不是你口中的断袖 他之所以不宠信后宫 是因为他的身心都只有我霍水 一生一世一双人懂不懂 神经病吧 莫非霍水的意思是想独占王上 疏散后宫 他倒是想的美 一想到这个可能他就怒火中烧 立刻命令护卫动手 男女力量悬殊让霍水毫无招架之力 林贵妃讽刺道 伶牙俐齿 王上 他手中滚烫的茶水 突然毫无征兆地泼向霍水 霍水顿时吓得花蓉失色 要是自己的脸被脸 不知道小TT还会不会爱他 谁料茶水被突然伸出的手打翻 前提出现 挡在了霍水的身前 不愧是他最爱的小TT啊 英雄救美超帅的 一挽了一步 将不满的情绪 对着控制霍水的侍卫发现 霍水这才注意到 原来是卫一将前提请了过来 然而前提为了救自己 手被烫伤了 他心疼地直起前提的手 王上 你的手没事吧 都烫红了 前提却抽回自己的手 发现霍水的表情倒不像状的 似乎是真的在心疼他 一旁的林贵妃也赶紧上前 王上 您没事吧 前提转身神色变得阴沉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竟敢滥用私刑 杀法果断的帝王却只对霍水倾心 然而宫中的嫔妃们私下传言 王上实际喜好男性 霍水不过是被用来掩饰 王上真实取向的妻子 因此当霍水与外男司会被抓 林贵妃却显得异常镇定 不慌不忙地想对霍水动用私刑 而此时前提正在门外踢墙角 眼见自己深爱的女子即将吃亏 她立刻挺身而出 胆子不小啊 竟然对她心爱的女人用私刑 林贵妃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假辩 声称她只是在执行公规 毕竟是霍飞与人私会 然而话没说完就被前提一声怒斥打断 林贵妃吓得立即跪倒在地 高声喊叫自己是被冤枉的 前提冷笑 冤枉 她前世圣宠霍水义 为了她遣散后宫 最后却落得惨死下场 她就不冤吗 前提沉思片刻 若是留着林贵妃牵制霍水 是不是局面会有另一番变化呢 她随后将决定权交给了霍水 询问她想如何处理林贵妃 根据原本的剧情发展 林贵妃因为伤害霍水而被前提打入冷宫 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因此霍水认为现在留下林贵妃也许并无大碍 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棋子 既然贵妃姐姐深得太后喜爱 不能罚众了 不如就游宫一日 她提议让林贵妃在宫中留走一日 不过得手持牌子 这样既得到了惩罚 却又让她在后宫失去了颜面 事情解决以后 霍水仍然对前提的烫伤感到心疼不已 前提开始感到困惑 霍水一向柔弱温和 但这次却能从林贵妃那里毫发无伤的脱身 不过无论如何 只要霍水无恙便好 不然她恐怕是要心疼死 霍水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就算为了前提 她也不会让自己出事 毕竟 她来到游戏里就是为了整个前提 前提回想起上一世 霍水千方百计的想要逃离她 但现在 霍水却亲口告诉她 是为了她才留在王城 太监的声音在静谨的宫殿中响起 柳大人有事求见 前提轻轻挥手 事宜让她入内 霍水之趣的起身 既然王上和柳大人有事商议 那臣妾就先退下了 前提却突然伸手拉住她 你可是孤的爱妃孤的心甘孤的宝费 留下又何妨 孤性已不会泄露机密给旁人 前提突然这么宠她 霍水要顶不住了 此时 随着太监的指引 柳大人缓缓走了进来 她注意到两人如胶似漆 便理洁性地询问是否需要她退下 可霍水却突然盯着柳大人两眼放光 还真是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啊 女人刚刚还在为王上的烫伤而心疼不已 可下一秒看见美男 竟被迷得转不开眼睛 来人名叫柳文轩 本朝最年轻的礼部尚书 才华横溢有颜值有头脑 是小提提不可或缺的得力帮手 看见这一幕的前提有点示威 你的眼里可只能有我 转头看向柳大人 示意她继续汇报 原来是楼兰国随使团来访的王子突然失踪 现在担心使团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制造使端 故意挑起账路 因此来请前提给个指示 此事断不宜声张 然而霍水却知道 游戏剧情中 楼兰国以王子失踪为借口派大军压境 造成了不少伤亡 现在只有引导他们找到王子 才能解小提提的燃眉之急 他毅然的挺身而出 自愿承担起寻找楼兰王子的重力 前提看着霍水自信的样子 回想起他刚刚说过的话 他是为了自己才来这里 但他不禁疑惑 他的话是否可以相信 既然他想参与 那便如了他的意 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然而柳文轩却认为前提的决定过于草率 此事关乎设计 怎能如此而信 前提却没再理会他 转而向霍水叮嘱 你独自行事太过危险 我让将军带兵保护你吧 霍水连连摆手拒绝 小提提真是对将军的狼子也心意无所知 这完全是给自己戴绿帽的机会 柳文轩无法忍受下去 他再次劝谏 王上您不能被美色所误啊 再这样微臣要以死境界了 柳大人你可死不得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要你寸步不离的辅助霍贵妃 记好了一定要寸步不离 既然你志意要出头 那我这次一定要戳穿你的真念目 将你二人一网打尽 霍水带着讨好的笑脸对柳文轩开口 柳大人能否和你商量个事 以后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撞住你 头悬梁匕手扎胸口 一口一个昏君妖妃的 时君之路单君之忧 他定然要督戒王上做一位则是明君 行吧 既然都是为了小提提好 那我就勉为齐男人你称呼我为妖妃吧 于是当天夜里 霍水女扮男装带着两个小跟班出现在了夜市 原剧情中 柳文轩在妃氏上找到了楼兰指 并将消息传给了前提 前提收到消息后赶来妃氏 却在路上遭遇刺杀 身受重伤而昏迷不醒 将军便是趁此机会收拢了人情 不行 他必须得阻止柳文轩 前提绝不能出现在妃氏上 堂堂妃子竟与臣子在青楼里喝酒 甚至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只为了在妃氏中寻找楼兰王子的下落 而他此刻却只想先甩掉柳大人 可柳文轩眼见王上的宠妃 竟与将军越靠越近 心中紧名大作 于是强行将两人分开 路那么宽 贵妃与将军何须如此贴近 有什么计划不妨光明正大的说出来 早就听闻将军与霍贵妃以前曾有婚约 万不能让两人就情复燃 毕竟王上刻意叮嘱 要寸步不离地守在霍贵妃身旁 然而霍水却适意晋升 此次行动是关两国邦交 怎可声张 原来如此 不知贵妃和将军已经商讨出结果了吗 那是当然 大人你就放心地跟我二人走吧 谁料霍水竟将两人领进了青楼 甚至贴心地为柳大人安排了一位陪酒 柳文轩又秀又闹 我们公务在身怎能来这种地 而且你堂堂贵妃传出去如何是好 且不由辱王上的威名 大人你想啊 七楼是三教九楼汇聚之地 正是收集情报的最佳场所 而且听闻楼兰只好女色 说不定这些姑娘里就有人见过她们 原来如此 下关不惜拐弯抹角 倒是让贵妃见笑了 柳大人性格耿直敢言敢见 实在令人敬佩 来 我敬你一杯 看着柳大人听话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霍水露出得逞的笑容 只因霍水知道游戏里的柳文轩酒量很差 应该很好灌醉 谁料一杯酒下肚 柳文轩竟当场倒头就睡 呼 这酒量哪里是差 分明是差到了极点 而将军却一直在旁边偷偷搭量霍水 他的言行举止确实与以往大相近平 似乎变得聪明了许多 忽然探子来报 黑市上出现了一个蓝眼闭发的男人 这与柳文轩的描述完全吻合 毫无疑问一定就是楼兰王子了 得赶紧过去 两人偏下柳文轩便一同赶往黑市 将军却暗中只是随从部下埋伏 如果楼兰王子死在我国 必定会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 前提应届不暇倒是对他有利 总之 绝不能让楼兰只活着离开黑市 此时 黑市钱宝阁内政举行着拍卖盛典 即将开场 随着幕布缓缓升起 一个被铁链锁住的男子逐渐露出真容 此人正是楼兰国王子 楼兰只 男子面色泛红 显然是被人吓了药 他这异常的容貌却吸引了在场观众的注意 与此同时 霍水和将军也悄悄地坐在了观众席上 男人不过天生一同身姿妩媚 竟被钱宝阁强行抓来当作物品拍卖 然而老板不知道的是 此人竟是楼兰国王子楼兰只 攻略副本108次的霍水却知道 楼兰只正式挑起钱国与楼兰国战伙的导火索 在游戏中 将军杀害楼兰只后嫁祸给钱提 成功挑起两国战伙 随后 他凭借评定楼兰国的功勋受人拥戴 而钱提却因此散失了不少支持者 既然现在霍水穿进了游戏 就绝不允许让将军的阴谋诡计得逞 此时台上楼兰只因为药物的影响 腰都快扭成麻花 因无忌美滋滋的宣布拍卖正式开始 并提醒众人 虚报价格却无力承担者 后果自负 话音一落 台下众人纷纷举牌竞价 价格从初始的200两银子逐渐攀升至2000两 甚至有富婆直接出价到3000两 眼看时机成熟 霍水举起手中的牌子 将价格提到了一万两 如此高价使得其他人望而却步 将军好奇霍水哪里来的银子 霍水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山人自有妙计 他又没打算针对 难不成花钱买下来 再送给将军杀 当他傻吗 此时阴无忌已将楼兰纸带到两人跟前 霍水故意装出顽固模样 将已经神志不清的男人拉到自己身边 楼兰纸此时已被要力控制 看什么都自带小星星 甚至开始往霍水身上蹭 不会是霍飞传里最骚包的男人 霍水差点把持不住 将军在一旁看着两人亲密互动 只觉头上轻轻直跳 他猛地拽过正在发电的楼兰纸 既然霍水搞不定他 那不如换自己来 此时将楼兰纸交给将军 无异于送货上门吗 霍水怎么可能敢 在两人拉扯中 霍水突然间松开手 楼兰纸失去平衡 整个人朝将军扑了过去 随后竟闭着眼睛打算亲将军 将军顿时火冒三丈 飞里小水不说 静胆玷污本将军的脸 楼兰纸怕是活得不耐烦了 霍水心虚地转过身去 没想到楼兰纸拱火的水瓶一流 将军该不会一路之下 在这里就把楼兰纸给杀了吧 霍无忌此时提醒霍水 人已经交给了两位 就是这个账需要先结一下 霍水有些尴尬的道歉 谎称家里都是哥哥管钱 哥哥哥哥 后喜欢别人了 他这就提醒哥哥付钱 接着就凑到将军耳边 和他说起了悄悄话 将哥哥 霍无忌说仰慕你的威名 先跟你要个签名 然后趁着他分神时 偷偷顺走他的钱袋子 收入到自己的袖中 霍无忌见两人已经商量好 贪守示意将军负账 将军一脸愕然 后知后觉才意识到 自己钱袋子不见了 英无忌已经变了脸色 你该不会说是没有钱吧 霍水逮准时机 揪住楼兰纸的头发撒腿就跑 将军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拦了下来 情急之下他大喊来人 隐藏的侍卫们立刻出现 把将军护在了身后 而钱宝阁里刚发生的一切 已经被暗卫报到了钱提纳了 钱提大发雷霆 霍水竟敢背着自己逛青楼 还在钱宝阁豪制千金买了的男人 买男人也就罢了 还没钱付账把人家楼给砸了 不行 他倒是要去亲眼瞧瞧 这个色胆包天的女人 到底在搞什么 可前提突然回想起 前几世的遭遇 当时他听闻楼兰纸的下落 便出宫查看 刚出宫却被刺杀 重伤难遇 从那时起 将军开始慢慢收拢人心 不行 现在不能前往黑市 于是转身折返回去 命令太监将自己捆在床上 太监一脸震惊 王上什么时候有着特殊癖好的 他竟然都不知道啊 堂堂宠妃 竟带着王上的臣子逛青楼 还在钱宝阁豪制千金买男人 买男人也就算了 甚至还因没钱付账 把人家楼给砸了 而此时霍水正拉着 被下药的楼兰纸一路狂奔 可男人却边跑边求霍水救救他 霍水真是太难了 他勤勤恳恳救人 谁料楼兰纸此刻脑子里 只剩些有色费量 还没跑几步便停了下来 霍水带得累赘也累得半死 正打算休息一下 男人却突然从身后将他扑倒 口中说着道歉的话 手却不安分地在霍水身上乱摸 甚至不忘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声称他快控制不住自己了 霍水感到异常愤怒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他勇地用力推开楼兰纸 然后挥手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你们楼兰国男人的真结 不是比生命还重要吗 哥这儿虎谁呢 哎呦 本姑娘不喜欢别人在我上面 就在这时 旁边传来了微弱的响动 接着就听有人在自言自语 然而霍水抬头一看 惊讶地发现本该在皇宫里待着的人 竟然出现在这个地方 他心中疑惑 自己明明已经阻止了柳文轩传递消息 前提怎么还会出现在黑市之中 而前提同样的一脸猛逼 当他回想起自己前几世的悲惨经历 知道自己出宫就会被暗杀 于是转身回到房间 并领将自己手脚绑起来 整个人像粽子似的捆死在床上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还命令太监 此时即使他亲自下令 也不得解开绳子 他决定这次绝不出门 就老老实实躺在床上睡觉 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不过眨眼的功夫 他怎么还是来到了这里 手上的绳子呢 还有裹在自己身上的被子呢 他突然意识到 既然自己出现在这里 那接下来很可能会再次被暗杀 正当他思索之计 身后却传来男人妩媚的娇喘声 一回头 竟然看到自己的宠妃 正被一个陌生男子抱在怀里 那男人情不自禁对着爱妃贴贴 嘴里还喊着别停 前提这绿帽子戴得猝不及防 他凉凉开口 月黑风高 孤男寡女 孤得爱妃这是在做什么呢 霍水立刻推开楼兰纸 急切地向前提解释 事实并不是他看到的这样 然而刚被推开的男人 又继续缠了上来 双手不规矩地 又开始往霍水身上乱摸 忍无可忍的霍水 愤怒地飞起意 将楼兰纸踹飞了八米远 小太激动的一声晕厥过去 终于彻底安静了下来 热水收回踹人的长腿 鸟变淑女 他无视前提吃惊的表情继续解释 地上这个撅着屁股昏迷的男人 正是王上一直在寻找的楼兰王子 但现在看来好像只能背回去 然后他自告奋勇 人是他打晕的 要不由他把人背回去吧 但前提却拒绝了这个提议 男女受受不轻 可这里除了他就是前提 他不背难不成前提来吗 前提却傲娇的偏头 表示作为九五之尊 这种事情实在不适合他做 然而下一秒 前提背着依旧昏迷的楼兰纸 嘴里还在不停抱怨 不可是为了爱妃 你才去尊于贵背他的 否则根本不会管他 霍水在一旁吹着彩虹屁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把楼兰纸带回皇宫 两人一路大大咧咧没有掩饰 丝毫没注意到 小巷的屋顶上 不知何时已经有人 在偷偷跟随着他们 为了躲避被追杀的命运 前提命人将自己捆在床上 然而主线大神竟直接将他传送至黑室 既然躲不掉 他决定随遇而安 目前最重要的是 确保楼兰纸安全返回皇宫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楼兰国杀手早已盯上了他们 弓箭的破空声引起了霍水的注意 他慌张地提醒前提要小心 前提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被一股力量推至一边 谁要哭吃一声 还是有人中箭 原本瞄准前提的箭矢 却意外地射中了楼兰纸的屁股 弓箭的轨迹暴露了杀手的位置 可杀手却镇定自若地抽出了箭 前提回想前几世的经历 发现这一世的剧情里 虽然遇上了小水和楼兰纸 但似乎并没有改变注定的结局 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 他依然无法逃脱被刺杀的命运 谁料霍水突然挡在他的身前 告诉他不要害怕 他会保护他的 前提感动地松开了手 将楼兰纸抛在一旁 接着把霍水护在身前 又到了标演技的时刻 谁知道霍水这个毒妇又在打什么主意 才会故作不要命来欺骗他 而霍水却在思考 根据时间推算 此刻将军应该就在附近 于是在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时 他扯着嗓门喊 江大将军 护驾呀 正如霍水所料 他的呼救声刚落 不远处便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将军很快出现在两人面前 并跪地请罪 墙上的杀手没料到救兵来得如此之快 见自己的希望落空 他只能收了武器 准备再寻机会 然而将军此时也发现了杀手的位置 看到杀手企图逃跑 手边却没有衬手的武器 于是他蹲下身来 扑翅拔出插在楼兰纸身上的箭矢 使出内径朝着杀手之躯 箭矢带着风生命中逃跑的杀手 随后就栽下墙头 将军满身煞气的命令随从继续追击 务必活捉凶手 既然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行刺王上 莫不是当他这个将军是吃素的 随从领命前去追拿杀手 但前提和霍水却感到一股寒意 从脚底板蔓延上来 前提这是第一次见识了将军的武力值 照他这么高 即使再重生几回 也可能难逃一死 而一旁连续被刺的楼兰纸要效彻底过了 他觉得此时他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解决了杀手的威胁 将军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前提身上 询问他此次独自出攻 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前提紧人大作 难不成他想要亲自动手 无尽的恐惧让前提不自觉的发抖 霍水安抚的握住前提 示意前提不要怕 一切有他 接着他深吸一口气 突然向一侧倒气 动作浮夸地惊讶出声 哎呀我的心好痛啊 两人闻言一起出手将快要倒地的霍水接住 霍水突然间演技爆棚 泪水沿着眼角滑落 啊好痛 我喘不上气了 我娘就是因为突发心急而死 我会不会赢 将军此时对霍水仍存有几分情意 他紧张地握住霍水的手 安慰他不要胡言乱语 所以没有察觉到霍水的另一只手 正领着前提的大腿跟 下一秒 前提也痛哭流涕 劝霍水不要瞎想 他也不允许霍水有事 接着他一把将霍水抱了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将他带回宫中让太医进行救治 同时他提醒将军不要忘了戴上楼兰纸 将军不情不愿地抱起楼兰纸 心中感叹 到底还是让楼兰王子占了自己的平 然而被宣教的太医很慌张 霍飞鸣鸣壮地像头牛 这要他如何圆滑地回答 明显是恋爱脑的王上 才能保住自己的狗命啊 为了躲避被追杀的命运 前提命人将自己捆在床上 然而主线大神竟直接将他传送至黑室 既然躲不掉 他决定随遇而安 目前最重要的是 确保楼兰纸安全返回皇宫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楼兰国杀手早已盯上了他们 弓箭的破空声引起了霍水的注意 他慌张地提醒前提要小心 前提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被一股力量推至一边 谁要哭吃一声 还是有人中箭 原本瞄准前提的箭矢 却意外地射中了楼兰纸的屁肋 弓箭的轨迹暴露了杀手的位置 可杀手却镇定自若地抽出了箭 前提回想前几世的经历 发现这一世的剧情里 虽然遇上了小水和楼兰纸 但似乎并没有改变注定的结局 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 他依然无法逃脱被刺杀的命运 谁料霍水突然挡在他的身前 告诉他不要害怕 他会保护他的 前提感动地松开了手 将楼兰纸抛在一旁 接着把霍水固在身前 又到了标演技的时刻 谁知道霍水这个毒妇又在打什么主意 才会故作不要命来欺骗他 而霍水却在思考 根据时间推算 此刻将军应该就在附近 于是在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时 他扯着嗓门喊 江大将军 护驾呀 正如霍水所料 他的呼救声刚落 不远处便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将军很快出现在两人面前 并跪地请罪 墙上的杀手没料到救兵来得如此之快 见自己的希望落空 他只能收了武器 准备再寻机会 然而将军此时也发现了杀手的位置 看到杀手企图逃跑 手边却没有衬手的武器 于是他蹲下身来 呼噬拔出插在楼兰指身上的箭矢 使出内径朝着杀手之躯 箭矢带着轰声命中逃跑的杀手 随后就栽下墙头 将军满身煞气的命令随从继续追击 务必活捉凶手 既然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行刺王上 莫不是当他这个将军是吃素的 随从领命前去追拿杀手 但前提和霍水却感到一股寒意 从脚底板蔓延上来 前提这是第一次见识了将军的武力值 照他这么搞 即使再重生几回 也可能难逃一死 而一旁连续被刺的楼兰指要效彻底过 他觉得此时他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解决了杀手的威胁 将军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前提身上 询问他此次独自出攻 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前提紧人大作 难不成他想要亲自动手 无尽的恐惧让前提不自觉的发抖 霍水安抚地握住前提 示意前提不要怕 一切有他 接着他深吸一口气 忽然向一侧倒去 动作浮夸地惊讶出声 哎呀 我的心好痛啊 两人闻言一起出手 将快要倒地的霍水接住 霍水突然间演技爆棚 泪水沿着眼角滑落 啊好痛 我喘不上气了 我娘就是因为突发心急而死 我会不会 将军此时对霍水仍存有几分情意 他紧张地握住霍水的手 安慰他不要胡言乱语 所以没有察觉到霍水的另一只手 正拧着前提的大腿跟 下一秒 前提也痛哭流涕 劝霍水不要瞎想 他也不允许霍水有事 接着他一把将霍水抱了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将他带回宫中 让太医进行救治 同时他提醒将军 不要忘了戴上楼兰纸 将军不情不愿地抱起楼兰纸 心中感叹 到底还是让楼兰王子 占了自己的便宜 然而被宣教的太医很慌张 霍飞鸣鸣壮地像头牛 这要他如何圆滑地回答 明显是恋爱的王上 才能保住自己的狗命啊 霍水假装昏迷成功 骗取将军的心疼 同时也成功化解了 前提被刺杀的命运 直到从太医口中 得知霍水已无大碍 他才彻底放下心来 这让他不禁回想 经历那么多次重生 每一次他都非死即伤 为何唯独这一次能化险为一 而唯一的变数 就是霍水和楼兰纸 也出现在了黑市 这个发现让他灵光一闪 莫不是因为霍水 此时将军心疼地 看着依旧昏迷的霍水 心中充满愧疚 若不是为了他 霍水也不必进攻受这等委屈 真想立刻将这狗王上杀的泄愤 然而前提却将 缉拿刺客的重任交给了将军 将军领命后立刻前去处理 虽然将军此时仍然听命于自己 可前提仍然心怀忧虑 认为将军太过危险 这次还多亏霍水机制 看着怀里睡得毫无形象可言的霍水 只觉这女人越来越让人看不透 她快被女人的操作吓死 这女人倒是睡得香甜 她伸手帮女人擦去嘴角的口水 却被霍水紧紧抱住手腕 接着就听她喃喃自语 前提别怕 见我党 坏人我帮你教训 前提听到这番话 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暖意 她不禁思考 她为何要这样帮助自己 只听女人继续喃喃 因为我最最喜欢你了 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前提心头有些许激动 她情不自禁地慢慢俯身 轻轻在她的额头硬下一轮 然后她被自己的举动惊醒 随即将怀里的女人推到一旁 她这是怎么了 竟然偷亲这个女人 莫不是被吓药了 酒醒后的柳文轩入宫谢罪 边哭边请王上降罪 但此时的前提却正在神游 柳大人见得不到回应 起身对着柱子奔去要以死谢罪 就在这时前提突然回神 让柳文轩住脚 她询问柳文轩 你说明明被绳子绑在床上 却又突然出现在其他地方 明明讨厌这个女人 却又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接触 这是为何 柳文轩一听 突然鼻血瞬间喷涌 脑海里浮现的净是霍水 将王上绑在床上调戏的画面 这未免太刺激了 由此可见 王上应该是害了相思病 正所谓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 不如微臣去太医那里寻个补肾的房子 再加上贵妃的慰藉 保管要到病厨 神特么的要到病厨呀 前提立刻明白了柳文轩的言外之意 这是在说她甚虚呢 屋外洒扫的工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怒吼吓倒 于是王上慎虚的消息在工人之间传开 可随着八卦的传播 竟被传成王上不举 王上如果不举 那后宫的妃子们可如何是好 而在将军府内 逃跑的刺客终究没有逃脱将军的搜捕 将军用剑挑开刺客的衣领 发现刺客身上竟有楼兰国的图腾 看来楼兰国野心不小 借着送至子入长安的名头 却想着刺杀王上 若是将军把此事禀告给王上 不出三日便有大军压境 踏平那小小的楼兰国 破水陷入昏迷 使将军承受了沉重的自责 始终是因为自己还是不够强大到可以保护他 当将军捉住刺杀王上的凶手 并发现刺客竟是楼兰国的使者时 他心中萌生了一个计谋 既然楼兰国的目的是想杀了楼兰子 并嫁祸给乾王 以此来摆脱乾国的掌控 将军决定利用楼兰使者 待他登位 他自然会许楼兰独立成国 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楼兰使者朝和 他来乾国也并非铜墙铁壁 他整理好衣裳站起身来 就听将军提及楼兰只行踪 此时他已经被接入宫中医治 接下来就看使者要怎么做了 将军随后便将楼兰使者领进了皇宫 谎称在宫外偶遇上他 声称是有要事面见王上 因此擅自做主将他带入了皇宫 可此时的前提正因慎虚失眠而两眼无神 眼底的黑影肉眼可见 楼兰使者适时跪下 将楼兰王子在乾国失踪的事情讲了一遍 并请求前王能协助寻回楼兰王子 前提对此表示怀疑 这未免太过巧合 他们刚将楼兰王子找回 随行的使者紧接着就来求助寻人 前提决定先观察一番 看看楼兰国的人究竟打了什么主意 而此时的楼兰王子正对着货水发颠 一件漂亮的小姐姐就只想扑上去 前提带着使者前来找楼兰王子 刚走到门外 就听屋内传来男人隐人遐响的声音 姐姐 这位硬硬钉钉的东西是什么 好舒服呀 前提气得猛地踹开了房门 这不是在公然给他戴绿帽子吗 然而屋内的场景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 卫衣忠诚地护在货水前面 而楼兰芷却正缠着卫衣不停地蹭来蹭去 货水看见前提进来急忙解释 是楼兰芷在对卫衣动手动脚 楼兰使者健壮 立刻冲上前去 假惺惺地将楼兰芷扶起来 然后颠倒黑白地指责货水和他的示威 声称货水等人一定是做出了什么 才导致楼兰芷变得如此放荡不羁 看这架势前提也回过神来 根据108次的前世记忆 这显然是楼兰使者企图污蔑 他正要发怒 却被一旁的货水突然捂住了嘴巴 安抚前提不要冲动 乖乖做解背后的男人 你想说的让臣妾来替你说 接着又摸了摸卫衣的脑袋 安慰他不要怕 自己会为他主持公道 接着他端起桌上的一盆水 禁止对着楼兰果两人拖了过去 两人顿时成了落汤鸡 霍水随手将碗一扔 前果好心相助救下楼兰纸 但使者却忘恩负义还要反咬一口 莫不是楼兰女王的属下都是如此不懂礼数 使者大吃一惊 都说前果以男子为尊 这个宠妃倒是好胆子 眼看楼兰纸完全恢复惊醒 霍水冷声询问 王子殿下 这回您清醒点了吗 使者将楼兰王子护住 辩解自己只是一介使臣 任凭贵妃哲乳也毫无怨言 只是贵国贵妃竟然敢用冷水泼王子殿下 还望王上可以惩戒贵妃 不要含了楼兰国的心啊 这戏真是演得够够的 要是当时能一击毙命 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可清醒过来的楼兰纸突然挥开红煞搀扶的手 缓缓站起身来 并伸手撩了一下额前的碎粉 表示自己此番能够脱险 还仰仗贵妃姐姐出手相助 方才多有得罪请多包涵 此番言语将所有的过错全挽在了自己身上 可楼兰纸撩头发的动作 竟看得祸水气血翻涌 不愧是游戏里最好看的男人 只可惜英年早是是个短命鬼 前提突然抬手挡住祸水的眼睛 既然王子清醒了 可还记得遇险那日 究竟发生了什么 男人只是喝了随从递来的水 竟突然出现在钱宝阁被当作商品拍卖 然而随从却跑去皇宫求见钱国王上 声称自家的王子在钱国失踪 希望钱国能给自己一个说法 谁料楼兰王子已被通关玩家祸水所得 此时正在皇宫里接受医治 眼看诬陷钱国的计谋被试破 面对祸水的逼问 红煞辩解当时自己喝完水也一起晕了过去 那还真是稀奇 楼兰王子晕倒后险些丧命 而身为随从的红煞却毫发无损 这样的说辞显然无法让人幸福 见自己无法蒙骗过关 红煞连忙跪下向前提请罪 既然此事是因他过错而引起 他愿留在京城调查事情真相 前提同意了他的请求 三天的时间并让将军在一旁协助 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楼兰使者 但实际上却是为了监视楼兰使者的一举一动 然而前提不知道的是 将军已和楼兰使者达成协议 想将前提置于死地 将军引着楼兰国两人前往使馆安顿 楼兰指却突然停下脚步 接着靠近祸水伸手撩起祸水的下巴 调侃自己还是很想当贵妃姐姐的面手 贵妃姐姐考虑一下哦 前提立刻上前拉开楼兰指的手 并将霍水揽到自己怀里警告楼兰指 勾引贵妃 按照前国律法当展 楼兰指顿时显得有些心虚 尴尬的笑了笑 收回手后 脚底抹油一溜烟跑了 对剧情了如指掌的霍水 深知楼兰使者有问题 因此提议让前提一定要派人跟紧他 前提对此感到疑惑 自己重生108次 自是已经察觉楼兰使者有问题 可霍水又是从何知晓 面对前提的质问 霍水一脸心虚 他总不能告诉前提自己知道全部游戏剧情 并玩过108次吧 于是编了个理由 是因为刚刚红煞尸身后 身上出现了诡异的红血丝 按照女人第六感 怀疑他与那碗黑市的刺杀案有关 原来如此 那他还得多谢霍水替自己分忧解难了 但前提随即话题一转 霍水往日温婉咸进 对他向来寡言少语 但这段时间却率直好放 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霍水脸色一沉 隐藏了这么久 终于还是被发现了吗 他猛的一把揽过前提的腰 对着他深情告白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直到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 所以臣妾幡然醒悟 才会如此改变 决定要好好爱王上守护王上 王上喜不喜欢这样的臣妾 一番直白的告白 听得前提面红耳赤 他急忙推开抱着自己的霍水 借口自己还有奏折要批 得马上离开 至于就楼兰之有功 便当场赏了霍水白银千两宝物若干 但霍水追问 白银千两能不能换点其他的东西 比如事情之类的 霍水的直白言语下当前提 他抽走自己的袖子拒绝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尽管霍水对自己的改变给了合理的解释 但他还是下令暗卫兵定他 并交代无论霍水有任何的小动作 都得随时向他汇报 刚离开水渊居 营练就遇上几位妃子 众妃子犹如恶狼欲上扬 立刻将他团团围住 然而前提却命令侍卫将人全部拦下 妃子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王上独宠霍水 而他们就不行 前提嫌弃地将头撇朝一旁 一群庸之俗粉乖乖裂走 也配与霍贵妃相提并论 说完一甩袖子转身离开 这是妥妥地帮霍水将仇恨值拉满了 众人顿时气到不行 商量着要找办法去挫挫霍水的锐气 而这也正好是前提的计划 他倒是要看看霍水如何招架这些洪水猛兽 前国王上独宠霍贵妃一人 但又拒绝宠妃的头怀送抱 却当众对着一众妃嫔大放厥词 声称后宫嫔妃都是雍之俗粉歪瓜裂走 不配与霍贵妃相提并论 而此前后宫就有传闻流传 说前提深有影集 实为不举 独宠霍贵妃不过是将它当成了挡箭牌 可当霍水得知前提密文时不但不生气 反而还很心疼 只因霍水是意外穿进游戏的玩家 虽然游戏已经通关108次 可关于前提有影集的剧情细节 前提悲惨的命运 他决定前提的病就交给自己来治疗吧 羊边牛边路边虎边各三斤 再来一斤舌胆 一碗就能让前提瞬间恢复雄风 然而药还没熬好 就引来了一群妃子上门挑衅 霍水一脸狼然 还在用扇子不停地给炉子煽火 但药物的味道熏得重妃嫔连作呕 有人开始挑衅 嘲笑药味像是在煮猪时 说着进一脚把药踹翻了 霍水还未做出反应 谭云已沉不住气的上前与来人理论 这可是熬了三个时辰的药 是拯救王上的希望 可现在竟被他们毁了 然而三人不仅不道歉 反而嘲讽霍贵妃的丫鬟不知理数 甚至动手扇了谭云一巴掌 打狗还得看住人 这显然是不把霍水放在眼里呢 霍水立刻下令魏一将三个妃嫔绑了起来 三人虽然被绑 但仍用怨恨的眼神瞪着霍水 直到魏一询问霍水该如何处置三人 是要五马分尸还是凌迟处死时 三人才意识到自己踢到铁板了 纷纷向霍水求饶并希望得到他的原谅 霍水却是伸手摸摸卫一的脑袋 表示大家都是新时代的文明人 不要整天打打杀杀 接着吩咐谭云去摘几朵鲜艳的花来 他要别在各位飞嫔娘娘的头上 谭云领命特意摘了几朵鲜艳的花回来 霍水亲自将这些花带在每位飞嫔的头上 三人原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却听霍水突然提醒三人不要乱动 否则这漂亮的小脸蛋可就不一定保得住了 然后他一挥手 示意卫一射箭 命令他准确地将箭射中每位嫔妃头上的花朵 卫一领命 连续三只箭矢射了出去 每箭都精准地将花朵钉在了柱子上 三人已经瘫软在地 算是彻底下破了打 霍水笑眯眯地取出飞嫔嘴里的抹布 温和地询问嫔妃要不要给谭云道个歉 让他堂堂飞嫔给个丫鬟道歉 这样他的面子往哪放 霍水没想到卫一都这样恐吓他了 他还有胆量拒绝道歉 既然如此 他准备亲自动手 他接过卫一手里的弓箭 想看这平妃是不是真的那么硬气 将箭头对准平妃 并提醒对方 这可是自己第一次摸弓箭了 不知道准头怎么样 原本淡定自若的女人立刻吓得哇哇大哭 并不断对着谭云道歉 虽然示威射箭也很可怕 但是对于第一次摸弓的新手 别指望他能有什么准头 然而霍水并不打算放过他 他故意大声说给仲庭妃听 自己一向有仇必报心胸狭隘 势不得半点亏 几人欺负了他的人 要是他不做点什么 心中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说完他便松开了手里的箭矢 箭矢直直朝着平妃射去 当场将人吓得晕厥过去 下马威恰到好处 清醒的两人自知不是霍水的对手 于是将林贵妃指使他们三人 故意来刁难霍水的事抖了出来 原来是林贵妃啊 看来上次让他挂牌子油筋 想来是不服气特意来报复呢 前提对霍水的一位专宠 引发了其他妃嫔的极度与不满 林贵妃联合其他受冷落的妃子 密谋设计陷害霍水 炮灰嫔妃被挑唆前去水渊居找茬 而他则跑去向前提求援 指责霍水在水渊居动用私刑 宫里的小太监看不下去来找自己报信 希望前提能前去主持公道 前提闻言顿时兴奋的拍而起 心中暗喜终于找到了霍水的破绽 他倒要看看霍水到底能使什么手段 几人潮水冤居赶去 远远便听有嫔妃连续不断的求饶声 而霍水却继续喊着别停 可想而知 那些被利用的嫔妃将会遭遇何种悲惨的对待 可当前提推门而入 却发现眼前的景象与他的玉器大相径庭 霍水和其他非平正围坐一桌 愉快地打着麻将 屋外的两人顿时一脸呆滞 而屋内的几人纷纷起身向前提行李 他们面带笑容衣上整齐 身上并无任何受伤的痕迹 霍水更是拿起一旁的钱袋子向前提炫耀 妥妥一个小财民模样 前提无奈地服额 对林贵妃的态度急转直下 质问他这就是他所谓的私行 林贵人依旧不死心 转头问那位被利用的嫔妃是否伤得严重 不要因为害怕霍水报复而隐瞒事情 谁料几位嫔妃竟簇拥到霍水跟前 贴心地给他捶腿 林贵妃利用 他正准备发问 林贵妃却先落下泪来 借口具吓人回笔 水渊居惨叫不止 显然是消息有误 并表示他一定会严惩那个惹事的避免 霍水倒是好手段 不仅把王上迷走 还把他的人都收满了 可霍水却当着前提的面 聊起一位嫔妃的下巴 在王上面前撒谎可是犯了欺君之罪 并要求三位嫔妃将刚刚对他说的话 再给王上重复一遍 霍水轻浮的行为 让前提感觉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几人同时指证 是林贵妃指使他们来找霍飞的麻烦 并感谢霍水不计前嫌 还给他们送了礼物 林贵妃一听 立刻跪地求前提为他做主 声称这是几人联合起来污蔑他 前提对霍水的手段感到震惊 之前倒真是小看霍水了 这么短的时间竟然能把林贵妃的人 都融络到自己这边 这样想着 他一把抽走被林贵妃拽着的衣衣 转而将霍水揽进怀里 并不动声色将霍水带离嫔妃的身边 轻声询问他打算如何处置林贵妃 霍水细想一下 本来留下林贵妃只是想让前提 看见自己温柔的一面 只是他三天两头的给自己找麻烦 那不如就把林贵妃的贵字给拿掉 林贵妃文言 感到一股寒一袭来 将位分不就等于要他的命吗 然而前提却还在夸霍水善良 并下令捡去林贵妃三个月的月份 闭门思过七日 自己失策了 林若儿这个蠢货 根本就不是这个狡诈的小狐狸的对手 眼看两人在他面前举止亲密 林贵气得全身发抖 出了水渊居 他直接去了太后宫里 泪流满面地请求太后为他主持公道 声称霍水欺人太甚 不仅把他身边的人都收满了 还怂恿王上降了自己的飞位 罚自己闭门思过七天 原本以为太后会帮自己摆平霍水 谁到他直接反问林贵想让自己怎么做 林贵突然改口喊着太后宫里 并伸手撒娇地扯扯太后的衣袖 谁料太后却将衣袖抽回 导致林贵妃跌倒在地 太后严厉地指出 如果连个妃子都制服不了 将来拿什么母仪天下 若是自己没点手段 没人能帮得了他 太后的这番话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林贵自知连太后也靠不住 于是连忙放低态度认错 至于霍水 竟给自己使了这么大个绊子 他一定饶不了他 霍水精心熬制的十全大补汤 最终还是成功端到了前提跟前 然而 前提并不知晓自己在后宫中的声誉 已经被传成什么样 因此当霍水端着药进来 他的第一念头就是霍水要来毒害自己 这么黑乎乎的一大碗 只不定里面被放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而霍水一直守在桌案前不离开 这是要盯着自己喝药的节奏啊 可霍水却在思考 前提愁眉不展亮 一定是为了不举而苦恼 他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喝了这碗药 于是他用软软诺诺的声音 喊了前提一声王上 然后一整个人就坐到了前提的怀里 既然前提不愿意主动喝药 那他就只能一口毒药了 药缸味到前提口中 霍水便急切地询问他的感受 然而前提根本没听霍水在说什么 因为女人突然地主动 已经让他的想象起立 接着就听女人一脸的遗憾 那看来还是要笑太轻了 等下次加重药量 一定能把王上布举治好 前提此时才回过神来 他什么时候布举呢 为什么他自己不知道 霍水一听 惊喜地歪头 那看来小提提是已经 前提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否认布举吧 今天就没别的借口拒绝霍水事情 虽然可以避免霍水接近 却要承受羞辱 于是他忍辱负重地承认自己布举 霍水并没有因此嫌弃他 反而拉着前提轻声安慰 他一定会找到其他法子来给他医治 说完就匆匆离去 急于去寻找其他的药方 前提却只感觉他的清白像是随风而散 霍水刚走到水渊居外 忽然有人从身后捂住了他的嘴 他正准备大声呼救 却被那人强行推到墙角 来人轻轻开口 别怕 是我 霍水听到声音才发现来人竟是将军 接着他就被将军带到了一个隐蔽之所 虽然霍水不清楚将军来找自己的目的 但他猜测这一定与前提有关 果不其然 将军一开口便是需要霍水的帮助 他透露 五日后使者宴会上 红煞会将来自楼兰的毒药放进前提的酒杯 而霍水的任务就是确保前提喝下那杯酒 霍水对将军的计划感到震惊 他记得原游戏里根本没有这段剧情 难不成是因为他改变了楼兰纸的秘密 才产生了变数 而将军还在畅想未来 待前提并重 必将引发战乱 他便可趁此时机夺取王位 届时霍水便是他将军名媒正取的王后 可霍水吃完将军化的大饼后连连摆手 这也太冒险了 他们应该再从长计议 万一被前提发现 他们都活不了 将军却突然上前握住霍水的手 告诉他宴会上都已经安排妥了 侍卫和宫女都有他们的眼线 即便有危险 他也会保护霍水 霍水顿时感觉冷汗下来 为了前提 他必须阻止将军的计划 可现阶段关靠自己好像不行 只能寻找外援了 但究竟谁可以帮助他呢 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人影 于是他安下心来 决定答应将军的请求 将军谋划在使者宴会上毒杀前提 并将计划告诉了霍水 霍水为了改变前提的命运 会在配合将军不漏破绽的情况下 保护前提 于是霍水出宫寻找楼兰纸 却得知楼兰纸此时正在红香楼 原以为消息有误 但当他当进花楼表明来以后 老保立刻指引他们来到了楼兰纸所在的包间 就见楼兰纸正左拥右抱地享受着美酒 霍水不悦的命令 未一将闲杂人等请出去 当屋内只剩他们两人时 霍水才向楼兰纸走去 霍兰纸此时已经罪眼朦胧 把霍水屋认成了陪酒的小姐 霍水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杯 愤怒地质问他怎么还能在这里放纵自己 知不知道红煞都要谋反了 霍兰纸却眯着眼继续找酒喝 对霍水的话毫无反应 霍水气得一把揪起霍兰纸的衣领 如果不是为了前提 当初就不该救他 让他在黑市被当成货物拍卖 被人玩弄致死 说完他松开霍兰纸的衣领 转身就走 霍兰纸的表现太让他失望了 看来自己本不该来找他 谁料此时霍兰纸却发出低沉的笑声 对还有人对他抱有期望感到惊讶 他又何尝不想有所作为 但这是他的宿命 他的母皇要杀他 他又当如何 楼兰国以女为尊 所以当楼兰红月宣召楼兰纸觐见时 他本以为母皇终于看到自己的努力 想要器重他 然而楼兰红月却将前国的诏书扔在他的脚下 宣布按照与前国的约定 他需要作为楼兰国的代表前往前 楼兰纸听到这样的命令 心凉了半截 说的好听是代表楼兰国 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质子 一枚弃子 他哽咽着继续 当他亲眼目睹母亲将他作为挑起两国战火的工具时 能感受他内心的悲愤吗 霍水温柔地抚摸楼兰纸的头发 试图安慰他 可是当他将楼兰纸揪下来 他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 现在这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楼兰纸 霍水再次提出请求 希望他们能够合作 共同来阻止这一次的阴谋 同时也为了前提 他是自己留在这里的阴谋 而对于楼兰纸 也可以阻止楼兰覆灭 拯救自己的子民 楼兰纸破涕而笑 他原以为霍水只是一个放荡爱玩的女人 没想到他竟如此专情 搞定了楼兰纸 霍水心想接下来应该会顺利不少 谁料楼兰纸突然抓住霍水的手 将他拉入自己的怀抱 并深情地表白 如果姐姐需要面手 他很愿意的 然而霍水却一拳将人打飞 他可是有父之父诶 他就不能有点感情洁癖 怎么这么智力要当小三 而在皇宫中 将军来寻霍水的事情并没有瞒过安慰 同时他们的计划也被前提吸之 前提面色阴沉 感慨这已经是第109次了 霍水又一次想杀了他们